现在就是堵它的这种纯净度的大件 开始这里我们先从这些列 挥一点一点去拆 然后把那个效果就整出来 整出来以后 我们如果是做个大件货要有多厚才有更好的效果 我们会沿着这个盖子把效果都尝试出来以后 我们再去动这个底 底下的这层水路其实很浅 它就是这种蓝色的部位就淡一点 它其实能保证的就是这条的这个水路这么宽 起出来就是有这种的蓝底 然后在碗底下这些黄的呢 它其实切出来准水是还可以的 但它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黄的这些部位的 它是瘦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厚 然后整个珠水都还能释放得出来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会往大厚就要起步了 那切完以后其实是比较理想 里面纯净度啊都很好 而且切完以后这种种水它底色还能保留这么好 这个也是这一刀的一个惊喜 通过这些通过这些稍微厚一点的 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 这个就是鱼的肚子 这个就是鱼的肚子 通过这种光的这种变化 我们都能都能看得到 嗯